D100 羅家聰,60分鐘驚人輪 好了,5月6日,今天又講一個小時 第一部分我們會講講虛擬貨幣 因為近期虛擬貨幣瘋了 很多東西都沒有表現 只有虛擬貨幣一支續壽 第二部分講講香港對新推出的GDP 以及其他的垃圾東西 我們先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講虛擬貨幣一定是先講比特幣 我們調去第三張圖 第三頁,這個就是在彭博拿到的圖 很多都是直接在那裡拿,免得自己做 度度看都是一樣的,你不在彭博看 你就在,譬如,investing.com 或者其他,有一個marketcap的網頁 它都很齊的,那些可以貨幣 等下我們也會有一張在那裡拿出來 那這裏呢,通常,為什麼要拿它的圖 拿它的圖的好處呢? 就是如果我自己去拿Excel畫 那畫出來那個scale,就沒有那麼密 就是你不會看到,由手邊那個中軸的數字 是,就是表現得那麼整齊的 那都是10,100,1000這樣表現的 那所以,就是拿它的圖的好處呢? 就是,如果可以不拿都不拿 如果方便的,可以拿出來有好處的話 那就拿了 你看到就是,由虛异幣20… 講到10年左右 有些0.9美也有加的 那就見到整個趨勢 那這個趨勢呢,就用對數比來看 那它最初都直線上升 就是講到2014年之前 那其實2014年起,就是這幅圖的 大概左起三份,四份一左右的位置 你看到那個整個趨勢就爛了 那最初當時開檔的時候 講的是鮮、蠔子 那後來就10、100 那去到2013年一千元 那去到17年就一萬左右 那你大概這個比例看 以前來說就每四年左右 就大概十倍的 那每四年為什麼有這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 我很多人都聽過了 就是有一個設定 就是四年它新增的貨幣量就會減半 那一路一路減半下去 就是它理論上永遠都會增加下去的 但是一路一路減半一路減半 那去到若干年之後 其實新增可以讓你挖到那些礦 就是挖到的幣就很少了 那所以它就一個供應有限之下 就每四年去減一次 所以出現每四年的一個高峰 但是呢 你現在看到也是的 我畫了出來 就是2013尾左右 2017尾左右有高峰的 那下面就有個數巡環 那你量度它出來 那它約莫是四年 照計呢 今年較後期 因為是13尾17尾 那你照數就是01尾 是吧 那四年四年這樣 就是它最初開檔的時候就是09 那09是高峰 那接著是13尾17 那就是2021 那所以今年來計呢 照計呢 就應該那個貨幣 就會飆一飆到那些高峰的 就是 理論上年尾有高峰 那現在距離年尾也有些日子 現在在說五月之間 那但是呢 剛剛我所說的就是 它一直減半下去 其實那個新增的供應是越來越少的 反而你現在新增那個玩家就越來越多 那照道理呢 如果你新增供應越少 但是新增的參與者越來越多的時候 屋價應該是 就是那個增長不應該放慢 是吧 應該是繼續 起碼保持現在這樣的增速 還有 甚至快一些 因為近期多了一些大的 那些 企業 基金 銀行這樣去參與 但是事實上又不是 就是現在看到那個最新的發展 都是 都是整個市場 似乎 在比特幣來說 都是一個 一個沒有很明顯快了的增長 那這個原因我想 和多了 多了人參與 但是多了很多 這些去爾幣出來 就是以前沒有那麼多 以前都是數以百計 然後數以千計 現在數以萬計 一路多的時候 新進去參與 那些 就未必是 全部都在比特幣 可能去其他地方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開始有些上市 就是 Coinbase是其中一隻 有些大企業 你猜他有機會都會上 例如Bedinance 或者 有些不是直接上市的大企業 例如Tesla 那樣 那個老闆他自己 他自己拿重 他自己拿重的時候 你變成有些人 就好像拿了Tesla 就覺得好像拿了虛擬貨幣 就是 如果你 你未必說 想把所有錢都放進去 這個虛擬市場 但是 Tesla好像也有點業務 就是有些人會這樣想 變成你有幾路 第一就是有其他的虛擬貨幣 第二就是 有一些 上市的一些交易平台 第三就是 有些其他大企都拿著 譬如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那你變成攤薄了 那個資金來源的時候 就 可能是這個因素 令到那個 比特幣的本應 他一路 一路新增減本 但是 一路參與者 越來越多的時候 本應應該是一個 升勢加快的情況 但是沒有出現 是的 我們下一張 就是看它的對數通道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喜歡 拿這件事來講呢 因為 虛擬貨幣 其實就 沒有基本因素的 沒有基本因素的 意思就是說 不是它沒有價值 我最初 我就說 那個 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你當它是一隻貨幣 它貨幣 它貨幣就有一個計價功能 有一個交易功能 還有一個保值功能 一般貨幣就有三個功能 那麼 算價就是 這個年代 就是 以前那些 金 銀 銅錢 那些 可能要切粒 切碎 但是現在沒有這些問題 全部都有數字單位 有數字單位的時候 價是絕不成問題 第二個功能 就是交易功能 這個功能 在虛擬貨幣上很難彰顯 因為 大部分虛擬貨幣都是 發得很厲害的價格 發得很厲害的時候 其實很少人會有誘因去買東西 或者很少人會有誘因去收這些貨幣去買東西 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的貨幣這樣升的時候 沒有人會肯去買東西 就是以前有個傢伙 去拿比特幣去買披薩 買了很多個 現在要去身份 那些貨幣很貴 因為以前不知道 現在知道 知道的時候就沒有人會這樣做 同樣道理就是 如果這個泡沫 譬如 他之前炒到散水的時候 他會扔掉 之前可以貨幣 即比特幣都試過 有一些 一跌七至九成的情況 不止一次 那你這樣跌快的時候 又沒有人收的 你賣那個你不會收 所以你這個貨幣 如果動得這麼交關 就很難成為一個交易的貨幣 那你很難成為一個交易貨幣 其實很難去取代 現成有那些紙幣的市場的時候 那它唯一就是像一個商品 當它像一個商品的時候 其實現成的商品 其實很多都是生產的要素 那譬如說 你現在炒到很興奮的那些 就算是銅 農產品等等的那些 全部都是 要是拿來生產一些製品 要是拿來生產一些 或者動物 就很喜歡這樣說 其實都是 或者自己吃 那你都是 都是全部用得著的 那你用得著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為什麼有價錢 譬如說你作為貨幣 就算你說金銅銀 實際上沒有什麼人拿來生產 但是它融掉它就有價 但是在虛擬貨幣的情況 就是你一旦說不用 那你不用的話 就像普通的銀紙一樣 銀紙用它就是錢 你不用它就是一張紙 它的內在價值 所以現在虛擬貨幣 現在虛擬貨幣 連紙也沒有 只有一堆密碼 那你給一堆密碼 你說值多少錢 所以實際上它的內涵價值是幾乎零的 因為幾乎零的內涵價值 你要去price它 就是幫它計價 現成沒有什麼模型 即沒有什麼model 可以做這些計價 那究竟它那個所謂合理價 均衡價 基本價 是怎樣不知道 真是很難估計 那你說 將來的交易價值 交易價值 這個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 降低的交易成本 那個價值 不是那個貨幣 落了你的袋 那個價值 就是你落了你的袋 究竟你 你實際上 你都不拿來交易 你不拿來交易的時候 你坐在那裡等升值 純粹等升值的時候 那個升值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的金錢數目 剛才說過它的內涵值是零的 那你升值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相信它 大家相信它的時候 那它會升 大家搶救的時候 大家買的時候 大家要的時候 那這樣就升 那不要呢 你沒有說實話 一定以後下去 大家都會搶比特幣 到時如果有一隻新的貨幣出來 有一隻新的去義貨幣 有一隻新的去義貨幣 有一隻新的平台加密模式 或者新的elgo 去寫出一隻新的貨幣出來 那可能不用這一隻 那你沒有保證這隻東西 是長時期都不需求的 那你沒有保證的時候 那它其實是他朝 如果不然人家不可以跌到零的 那你純粹是一段時間 大家搶貴了 然後成為一個升值 這個升值 這個升值其實 不是一個基本因素 撐著升值 我剛才的比例 你跌回好像黃金、白銀 你就算他朝的交易價值是零 你跌到大家不拿來做貨幣 那你拿著金、銀 你用了它也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用來生產某些東西 那但是虛擬貨幣不行 那你不行的時候 那沒有基本因素 這一種升值其實就很難去Price 很難去Price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都是看圖的 那如果你真的問價 那就唯有看它升得多快 那升得多快的時候 然後用這種對數的方法去看 就是說它over the time 是一個叫做Dlock PDT 或者P多或P就是一個價格的增長 over它本身的價格 那這個就是價格的百分比增長 那價格的百分比增長 over the time你看到現在 比如說 你剛才看到201314年開始 它呈一個直線通道 記得剛才第一張看過 那這段日子裡面 如果你說Feed一個直通道 它就是假設了那個 上升的速度是穩定的 那你假設它在一個上升速度穩定的時候 我要探討究竟它可以最遠到多少 這個圖給你看到就是 就是說那個高位 現在這裡是0.1m 是吧 你閉眼看 譬如說你當今年後期 去到高位 今年後期去到高位的時候 那當然通道一路向上移 那你向上移 那時候就是 就是現在通道頂就0.1m 高一些 那你到時可能0.1幾m 0.1幾m 就是1m就是100萬 那0.1m就是10萬 就是你再移上去的話 就是10萬和100萬之間 就說可能是2、3、40萬 但是因為它這個Lock Scale的比例是 那如果你在1.1m跟下一格 就是現在這幅圖看到下一格 就是應該是0.2m 那1.1m跟0.2m之間 你就算 就算你那個通道頂的綠色線 一直射出去 你射到年尾 可能都是最高的那條去線 最高的那條去線 就是下一格 下一格就是20萬 所以那個 就是上去20萬那個屆 這樣看出來 下一張 但是呢 這張圖 我在報紙出過的 那就是 你那個價格的發展模式 是否說一定是值呢 就不是很肯定 不肯定的原因 就是 因為你全期來計 你現在有價 開始到現在 它實在不是說 用直通道 Feeder 最好的 所謂不是Feeder 最好的 就是通常 你當一個Model 這樣計算 一個Modeling的角度 說 其實Feeder一個trend Feeder的趨勢 是變相Round Regression 那你Round Regression Round得好不好 其實就要看 就是所謂Lound Best Fit 你究竟是不是 用一個最合適的形狀 那現在這裡 就沒有 involved 其他的 所謂Sojournal Variables 因為 譬如說 你正常說 Round Regression 我解釋Y 那我後面 右手邊有一堆X 那那裡可以是 很多其他古怪的東西 有很多因素 影響著 你要解釋Y 譬如說 你的Y可能股價 又Y可能回價 那你知道有很多東西 可以放進去 右手邊去解釋它 但我剛才不是說了 RQ 就是 即是用口的RQ 就是 你那個 虛擬貨幣 其實是沒有什麼 基本因素的 那你當你沒有什麼 基本因素的時候 它純粹 那個 可以解釋到 那個 價格的變化 就是時間 所以 你這些方法 就是 其實在 Round Regression 右手邊就是Time 但是 你剛才的Time 因為你看到它 Curve 慢慢升上去的時候 那你便 即是 Round一個 是Time Square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有Time 和Time Square的一個模式 它 就會有一個 Curve 的一個 一個 效果出來 那當然 你可以繼續加 Terms 三次 四次 其實是一個Polynomial 當然我們知道任何一個 功能 都可以給一個 足夠高度的Polynomial 但是 你一直加 Terms 其實 後面 又未必是 這個Terms 畢竟它 都不是一個 圓滑的 一個 Time Series 那些價格 上去下 發的 那你發的時候 有Spike的時候 那你 不是太有必要去 有一個很 high degree 的Polynomial 去Feed它 Feed到 即那個Curve 會比較 古迷的Shape 亦都很視乎 即是你Feed到 哪一個Order 如果你Feed 那個Order 譬如說 Odd Degree Order 一次 三次 五次 那些 你傾向它 會最大 如果是雙數 那些 就會傾向它 你自己有一點 數學根底 你應該清楚 所以其實 如果你Feed 兩個Degree 我相信 應該足夠 那我有些圖 譬如油價 我拿到四次方 去Feed它 但是其實 你起碼見到 我深色一點 那條 粗一點 那條 通道 其實就是二次方 Feed出來 你見到二次方 跟一次方Feed 其實就是二次方 我的視覺 Feed得好 因為我起碼整個Full Time Feed得好 那你這樣Feed 你會看到 那個通道頂 其實就 曲那個 那個 二次跟一次那個 其實那個位置不同 一個位置是十萬 一個位置是二十萬 就是要曲曲那個 其實上不到二十萬 所以 那所以 你如果純粹在一個圖 那裡要找一個 關係出來 你很可能要 有少少工夫去做 究竟它的 那個Price behavior 是怎樣 你要Identify 然後再去看那個高低位 那當然 這個就是找一個 就是長線來講 它一個上落的那個格局 那你也都要做 其實有些事情可以做 這幅圖 不是做得最好的那幅 來的 因為我以為 配合一個全力的通道 但是 你會看到 我那條二次幅通道 闊一些 就是那個 粗一些曲的那條 底那裡 其實它很多時候 漏不到 底漏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最初開的時候 2010的時候 它的價格是很低的 那現在那個drag down 扯闊了 然後在那個下面 其實如果我用一個 短一點的分別 譬如說 他們的分別於2011年開始 我頭頭的那些不要 其實可能會配起來 那麼所以 你這樣看 就是那個 那個通道究竟有多寬 其實都視乎你的分別方大 當然 還有一個可以說 就是 你可不可以把通道拉長一點 短點 即蓋護時間 是长点短点 所以就是说你的通道 拉长拉短都是比较稠的 统计我想这个叫robustness 其实这个我没有做的 如果你做完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通道应该会窄一点点